第2801章如何相信 东黄山 风云变幻 80%的人 除了继续寻找混沌石碑外 还在不断地锁定着龙奥的位置 想得永远比做得简单 众人越来越发现 神秘人太过强悍 拥有的空间星空神器很是逆天 居然连星空主宰都无法将其锁定 林承飞 成就星空主宰只有数千年 算是时间最短的星空主宰 而林承飞吞噬的混沌石碑 乃是火属性混沌石碑 就在别人一直锁定龙奥位置的时候 林承飞却在全力寻找 东黄山的混沌石碑 从头到尾 林承飞都没有出手对付过龙奥 跟了我三天 是不是应该出来见见我 突然间 林承飞停了下来 转过身 冷冷地看着面前 不过面前却是空无一人 我叫龙奥 不知道你叫什么 龙奥 林承飞心里很是好奇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面前此人 林承飞 你找我有事 虽然很是好奇 不过林承飞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不管怎么说 他始终都是星空主宰 而对方却只是所谓的不朽先帝 我想和你一起寻找混沌石碑 如何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林承飞更是冷冷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寻找混沌石碑 林承飞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因为整个仙界星空 根本无人知道 他能够寻找到混沌石碑的事情 数千年前 他第一次寻找混沌石碑就已经成功地找到 虽然也付出极大的代价 更是花费了一千多年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一次 林承飞依然有着信心 可以找到混沌石碑 我需要一面混沌石碑 关我何事 还没有等龙傲说话 林承飞继续冷冷地说道 之前他们对付你 唯独我没有出手 你是不是认为我好说话 摇摇头 要说一位星空主宰好说话的话 那么肯定会大错特错 林兄 我的妻子因为某种原因 需要吞噬一面混沌石碑 所以 摆摆手 林承飞根本不给龙傲继续往下说的机会 就已经说道 你妻子怎么样 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最好不要来惹我 否则的话 说到这里 林承飞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转身就走 我可以拿任何东西和你换 除了我手中的两件混沌神器和混沌石碑 最终 林承飞还是停了下来 冷笑着说道 就算是我 想要找到混沌石碑 也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 数千年来 我也只是找到一面混沌石碑 这次是否能够成功找到混沌石碑 我也没有丝毫的信心 就算我能够找到混沌石碑 也会打造另外的星空主宰 要是你用手中的混沌神器换的话 也许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说林承飞 相信龙傲手中的两件混沌石碑 只要拿出来 不管是哪一位原星空主宰 都会用混沌石碑换取 林承飞居然知道混沌神器 看来仙界星空的确不简单 要是换作之前的浩瀚星空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神算子等人 都不知道混沌神器 我想知道 你是如何锁定混沌石碑的 龙傲也是猜测 至于是不是如此也不知道 不过这一刻的龙傲 几乎已经断言 面前的林承飞 绝对有办法可以锁定混沌石碑 虽然不可能那么容易 不过相比较其他人的话 林承飞更占据优势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掌握混沌之力 正准备离开的林承飞 听到龙傲的话 脸色突然一变 因为他心里当然清楚 掌握混沌之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普通的星空主宰和掌握了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 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存在 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我如何能够相信你 整个仙界星空 吞噬混沌石碑的星空主宰族有上千人 不过能够掌握混沌之力的人 到底有没有还是一个未知数 要是自己能够掌握混沌之力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要比自己得到两件混沌神器来得更加实惠 如果你相信我 我不说你也会选择相信 要是你不相信我 就算我说的天花乱坠 甚至发下血事 你都不会相信 你说呢 龙傲没有多说废话 因为他非常清楚 林承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自己说再多都是无用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青年 林承飞最终却是笑了笑 摇头说道 我不会相信你 要是你有办法 现在的你何必如此 林承飞的意思已经很清楚 那就是说 要是龙傲真的有办法相助他获得混沌之力 那么为什么自己却连混沌石碑都无法练化 简直就是扯淡的事情 不要说他 此事不管换做是谁 恐怕都不会选择相信 说到自己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龙傲简直郁闷到了极点 他何尝不想练化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过无属性混沌石碑却还没有开启 不要说现在 就算是在等无数年 都无法将其练化 如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因为吞噬了情双双的精血 已经开启了一半 至于剩下的另外一半何时才能给开启 就算是龙傲自己都不知道 如何能够不郁闷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事情已经如此 龙傲虽然不愿意选择放弃 不过他也不愿意继续耽误时间 至于强行逼林承飞说出关于如何锁定混沌石碑的办法 联想都不用想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抗衡一位星空主宰 等等 就在龙傲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林承飞突然将其喊住 说道 你真的有办法让我获得混沌之力 哪怕是一丝的机会 林承飞都不愿意选择放弃 毕竟他要是能够得到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那么便可以一飞冲天 这样的机会 要是自己真的错失的话 日后想要继续找到这样的机会 恐怕比登天还难 最终 林承飞还是想要试试 看看龙傲所说到底是真是假 第2802章恭喜 混沌之力 对于一位星空主宰来说 实在太过重要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过我有信心 日后可以让你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林承飞死死地顶着面前的青年 相信 还是选择不相信 非常的纠结 因为林承飞心里其实是不愿意相信的 掌握混沌之力到底有多难 他心里比谁都要清楚 要是一位星空主宰和自己如此说 也许还会相信 但是现在呢 承诺自己的却是一位不朽先帝 就算对方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一个恋化混沌石碑都做不到的人 却告诉自己 有办法让自己掌握混沌之力 简直就是扯淡的事情 看来还是自己太过着急 心里深深叹息一声 不想继续多说什么 要是换做其他星空主宰 肯定会出手抢夺龙奥手中的混沌神器 包括混沌石碑在内 但是林承飞却没有 这么多年来 他从未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 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要不是自己的 也不勉强 也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才看重此人 要是能够和此人交个朋友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自己的敌人很多 并且还都是实力强悍的星空主宰和半部星空主宰 要是能够结交林承飞 对自己也有好处 只是林承飞不相信自己 此事有点麻烦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找到混沌石碑 最终龙奥还是选择放弃 因为他知道 无论自己说什么 相信对方都不会相信自己 明明知道不行 自己何必如此 除了浪费时间 很是无奈 龙奥简直想要杀人 本来可以借助无属性混沌石碑 去感应东黄山的混沌石碑 不过现在却不可以 要是自己动用无属性混沌石碑 那么肯定会引来无数的麻烦 到时候越发的会阻碍自己感应东黄山的混沌石碑 龙奥不会那么鲁莽 毕竟旧志秦双双才是第一位 其他事情都可以绕过 除了动用无属性混沌石碑外 龙奥实在想不出来 到底还能如何才能够感应到混沌石碑 时间太过紧迫 还是放心不下 龙奥进入混沌殿 发现秦双双的元神依然在 这才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元神不灭 就可以恢复 一想到元神 龙奥就想到了南宫颖 这次进入仙界星空 不管是遇到的秦双双还是南宫颖 都好像认识了无数年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南宫颖绝对知道一些 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 只是南宫颖不说罢了 太过诡异 南宫颖到底是敌室友 龙奥尚且还不知道 不过面对此人 他总是感到一丝不安 这很让龙奥感到不舒服 并且还是极其的不舒服 就算当初遇到神算死 包括云帝在内 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唯独遇到南宫颖 直到此刻 龙奥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遇到南宫颖 会如此的不安 似乎南宫颖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一般 别人也许不知道 龙奥何尝不知道 南宫颖已经吞噬了一面混沌石碑 只是还没有炼化罢了 不过就算如此 如今的南宫颖 实力却完全可以情意抹杀半部星空主宰 要是等到南宫颖炼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到时候自己越发的难以抗衡 越想脸色也是凝重 难道要先发制人 龙奥是真正的担心 根本不敢先发制人 因为他不知道南宫颖还有多少杀手锏 确定秦双双战时没事 龙奥就已经离开混沌店 虽然无法动用无属性混沌石碑 去感应东黄山的混沌石碑 不过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自己都要找到混沌石碑 不仅要找到混沌石碑 甚至还要以最快的速度锁定混沌石碑 鬼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找到混沌石碑 随着一阵阵大笑传出 洛轩简直兴奋到了极点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能够找到一面混沌石碑 虽然他已经吞噬了一面混沌石碑 不过能够得到第二面混沌石碑 还是非常激动的事情 数万年 洛轩就已经成功地吞噬混沌石碑 并且恋化混沌石碑成就了星空主宰 这次前来 主要是碰碰运气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另外的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说不定自己还能够打造出另外一位星空主宰 多一位星空主宰 始终都是好事 洛轩和林成飞一般 是少数没有出手对付龙奥的人 洛姑娘 恭喜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林成飞 洛轩只是笑了笑 明显心情大好 不过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已经有很多人围了上来 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手抢夺 完全是开玩笑的事情 洛轩的实力摆在那里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随随便便的抢夺 毕竟洛轩的实力和脾气都不是乱概的 林成飞 你的体质能够感应到混沌石碑 却还是没有我快 林成飞也是一脸的苦笑 本以为靠着自己特殊的体质 可以寻找到混沌石碑 现在看来 自己的体质也是要靠运气 要是运气好的话 那么就可以得到混沌石碑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不要输一年两年 就算是万年都无法找到混沌石碑 东黄山 明明知道有着混沌石碑 却是被洛轩截足先登 不过除了一脸的苦笑之外 林成飞却是真心的恭喜 洛轩很清楚林成飞的为人 并且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错 整个仙界星空 除了林成飞敢叫他一声洛姑娘 其余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 恭喜 洛轩根本无数四周其他的星空主宰 感觉到很是无趣 所有的星空主宰 包括其他人全部离开 不意会的时间 就只剩下林成飞和洛轩两人 阁下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林成飞气笑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还敢跟着他 第2803章不屑 龙傲笑了笑 走了出来 林兄 别来无恙 林成飞一脸的苦笑 要是换做其他人 怎么可能一直跟着一位星空主宰 简直就是找死的节奏 但是面前此人 却敢如此做 不过不得不承认 林成飞的脾气真的很好 并且也不愿意滥杀无辜 要不然的话 换做其他的星空主宰 早就出手将对方击杀了 林成飞甚至怀疑 是不是对方已经摸透自己的脾气和性格 所以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地一直跟着自己 不过就算如此 林成飞还真是佩服眼前此人的胆量 林兄 此人是谁 他叫龙傲 之前找过我 让我帮他锁定一面混沌石碑 交换筹码就是相助我获得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啊 听到此话 洛轩很是震惊 一面混沌石碑和掌握混沌之力 根本没有什么选择性 肯定会选择掌握混沌之力 要是其他的修仙者 肯定会选择吞噬混沌石碑 不过林成飞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林成飞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就算继绝得到混沌石碑 也只是打造出一个星空主宰跟班罢了 不过林成飞要是掌握了混沌之力 那么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还没有等洛轩说话 林成飞就已经说到 洛姑娘 龙傲虽然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不过却没有将其练化 你认为一个连混沌石碑都无法练化的人 可以相助我获得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原来如此 刚刚听到混沌之力洛轩有点失神 现在想来的确如此 不过洛轩还是非常的惊讶 龙傲 你既然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那么应该尽快地将其炼化 为何还要继续锁定混沌石碑 还没有等龙傲说话 林承飞则是继续说道 他想要救治他的妻子 听完之后 洛轩很是赞赏了点点头 不过洛轩却没有多说什么 第一他虽然刚刚得到了一面混沌石碑 不过却不会交出去 毕竟打造出一位星空主宰跟班 对他有着很大的好处 第二他也不相信 龙傲真的可以相助他们 获得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正如林承飞所说 一个连混沌石碑都无法炼化的人 居然谈什么获得混沌之力 龙傲 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大 不过有些事情 说到这里 洛轩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清楚 不管是林承飞还是洛轩 都亲眼见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龙傲能够破碎星空 的确让他们大吃一惊 要是换做其他人 根本不会多说废话 直接出手抢夺 不过两人却没有 龙傲很是欣赏两人 正是如此 他很想和两人结交朋友 你是否可以将你手中多出的混沌石碑给我 林承飞算是无奈到了极点 见过狂妄的 却没有见过这般狂妄的 就算能够破碎星空又能如何 最起码无法击杀星空主宰 林承飞没有说话 不过明显已经不太高兴 虽然他们不愿意以强欣弱滥杀无辜 不过不代表不杀人 要是对方实在过分的话 林承飞不介意出手将其灭杀 洛轩却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很有兴趣地说道 没问题 说说你的条件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洛轩不会平白无故地答应自己 看来洛轩也和林承飞一般无二 想要自己的两件混沌神器 不过想想也就是然了 一件是可以破碎星空的混沌神器 一件是躲避星空主宰锁定的空间混沌神器 不管是哪一件混沌神器 都可以惹来无数人的抢夺 龙傲 你如此光明正大地找到我们两人 难道就不怕我们出手抢夺 你手中的混沌神器和混沌石碑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对方敢一直跟着 肯定是有恃无恐 最大的依仗便是空间混沌神器 这样的话 他们的确没有丝毫的办法 有着如此逆天的混沌神器 并且还是空间混沌神器 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就算是面对星空主宰都可以耀武扬威 混沌神器 在龙傲的浩瀚星空 的确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过放在仙界星空 所有的星空主宰 甚至是半部星空主宰和不朽先帝都知道 知道是一回事 有没有又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仙界星空的混沌神器 数量极其的少 恐怕用指头都可以竖得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 龙傲展现出混沌神器的时候 所有人都彻底疯狂了 你认为我会怕吗 龙傲的确没有丝毫的距异 因为他有着混沌石碑 根本可以无视任何星空主宰 要是换作以前 龙傲还是会被联手镇压 无法进入混沌殿 但是现在 龙傲知道自己的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根本没有人能够锁定自己的混沌殿 不要说一般的星空主宰 就算是云地恐怕都无法做到 洛轩笑了笑 说道 我和林兄还不屑于那般做 这一点龙傲非常相信 两人算是两个异类 因为此事要是换作其他星空主宰 明明知道无法锁定依然会出手 不过两人却是 就算自己没有混沌殿 恐怕两人都不会出手 对于两人龙傲是越来越有好感 如果你的条件是让我拿出两件混沌神器 交换你手中的混沌石碑 那还是算了 要是没有混沌符合混沌殿 龙傲很清楚 自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就算能够换取一面混沌石碑就至情双双 不过自己却无法面对强大的敌人 到时候还是一个悲剧 非常想要救治情双双 不过龙傲还是很理智 并没有鲁莽形式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他心里非常清楚 洛轩没有丝毫的惊讶 也没有丝毫的愤怒 因为他已经猜到龙傲会如此 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的龙傲 怎么可能用两件混沌神器 换取自己手中的混沌石碑 恐怕就算是用一件混沌神器 对方都不愿意换取 第2804章无法吞噬 不要说龙傲 就算是一边的林承飞都有些好奇 洛轩如此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洛轩选择相信龙傲 不太可能的事情 连自己都不相信 甚至没有人会选择相信 洛轩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相信龙傲所说的话 我不需要你的混沌神器 明明知道对方不会用混沌神器 换取混沌石碑 自己何必自讨没趣 不知道你的条件 洛轩的回答 倒是让龙傲惊讶了一下 没有想到这位星空主宰 真的不要自己的混沌神器 龙傲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拥有的混沌符和混沌店的诱惑力 到底有多大 你真的有办法 可以让我们获得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洛姑娘 林承飞心里简直郁闷到了极点 明明知道对方是在说谎 为何还要问 不过洛轩却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青年 现在不行 不过等我练话题内的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的那一天 我一定可以相助两位获得混沌之力 直觉 一直以来 龙傲都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 直觉告诉自己 自己拥有的无属性混沌石碑绝对不简单 一旦无属性混沌石碑开启 自己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 开始练化混沌石碑 一旦练化成功 那么自己就可以相助两人获得混沌之力 唉 深深叹息一声 林承飞已经动了杀意 因为她感觉自己和洛轩实在太好说话了 要是换做其他人 对方还敢如此吗 我相信你 啊 不仅是林承飞 就算是龙傲都有点傻眼 她也没有想到 洛轩会真的选择相信自己 毕竟此事不管换做是谁 都不可能相信 她也是抱着逝世的态度 无法动用无属性混沌石碑去感应 那么想要找到混沌石碑 难如登天 要是时间容许还好说 但是现在的情况 时间太过紧迫 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混沌石碑 要不然的话 突然的时间越久 对情双双越是不利 最快的办法 就是洛轩手中的这面混沌石碑 不过龙傲却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洛轩到底是什么意思 洛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承飞似乎有点被打击到 就算洛轩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这面混沌石碑也是极其的贵重 怎么说给人就给人 还没有等洛轩说话 林承飞就看着龙傲说道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一句 洛轩是我的朋友 你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 否则的话 说到这里 林承飞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身上更是杀气腾腾 龙傲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越发地欣赏起林承飞 这才是朋友 阻止了林承飞 洛轩直接将手中的混沌石碑给了龙傲 看着手中的混沌石碑 龙傲也很是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选择相信我 要是给其他人 以洛轩的实力 想要夺回混沌石碑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不过龙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拥有逆天的空间混沌神器 一旦龙傲踏入空间混沌神器 那么就算是两人 都只能有心无力 林承飞彻底着急了 他没有想到 洛轩会真的将手中的混沌石碑给龙傲 要是龙傲这个时候躲入空间混沌神器 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龙傲笑了 没有继续问 毕竟洛轩已经说成如此 自己要是继续多说 完全是画舌天足 林承飞似乎还想说什么 不过画到嘴边 还是隐生生地咽了回去 等我炼画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之后 我会来找你 到时候你我同时掌握混沌之力 龙傲也很是无奈 就算自己能够开启另外一半 无属性混沌石碑 也不敢保证 自己需要多久的时间 才能给将其恋化成就星空主宰 洛轩确实说到 没有问题 告辞 龙傲也没有继续留下 拿着洛轩给他的混沌石碑 快速地离去 洛轩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应该知道一念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要是你能够打造出一位星空主宰 到时候 还没有等林承飞把话说完 洛轩已经摆摆手 说道 我相信他 林承飞当然知道洛轩的性格 所以没有继续都说什么 两人反正都是朋友 联手准备寻找混沌石碑 这样找到混沌石碑的几率更大一些 龙傲得到混沌石碑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东黄山 毕竟他这次前来东黄山 就是想要得到一面混沌石碑 从而救治秦双双 现在已经搞定 已经无需等待下去 找了一个极其僻静的地方 龙傲立刻进入混沌殿 没有丝毫的迟疑 将混沌石碑让秦双双吞噬 只要秦双双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那么毫无疑问 不仅原神没事 甚至还会很快地恢复 不过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刚刚被秦双双吞噬的混沌石碑 直接漂浮而出 无法吞噬 这是什么意思 龙傲当然知道 有的人就算得到混沌石碑 也未必能够吞噬 就比如白金 当初自己得到雷电混沌石碑 准备让白金吞噬一面雷电混沌石碑 却没有想到 白金根本无法吞噬 难道秦双双的情况和白金一般 根本无法吞噬正面混沌石碑 要真是如此的话 事情就麻烦大了 毕竟想要继续寻找另外的混沌石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鬼知道自己还是否能找到另外的混沌石碑 就算是这面混沌石碑 都是洛轩给自己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傲很是郁闷地看着面前的混沌石碑 万般无奈之下 龙傲只能继续返回东黄山 开始寻找混沌石碑 希望秦双双能够吞噬其他的混沌石碑 那是龙傲 就在两人继续寻找混沌石碑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处的一道身影 林承飞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说道 我就知道他在说话 真是一个无耻的小人 第2805章三大魔皇 洛轩的脸色也有点难看起来 本以为龙傲得到混沌石碑 肯定会离开东黄山 龙傲之前已经说了 他得到混沌石碑 为的就是救治自己的妻子 但是现在呢 既然龙傲已经得到混沌石碑 却依然还在这里 这岂不是说 自己被对方忽悠了 想到这里 洛轩也是一脸的杀气腾腾 还没有等林承飞多说什么 不远处的龙傲 似乎也发现了两人 快速而来 转眼而至 哼 洛轩只是冷恒一声 本来对对方信心满满 却没有想到 前后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实在让他感到失望至极 林承飞的脸色同样阴沉到了极点 很是难看地说道 龙傲 你是不是以为你有空间混沌神器 就可以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只是瞬间 龙傲就已经知道两人心中所想 深深叹息一声 很是无奈地说道 洛轩 这是你的混沌石碑 我的妻子根本无法吞噬这面混沌石碑 所以我必须寻找其他的混沌石碑 无法吞噬 洛轩很是惊讶地说道 龙傲 你妻子的运气还真是不好 据我所知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吞噬混沌石碑 不过也有运气不好的 却无法吞噬 对于这一点 龙傲岂能不知道 不管是白金还是情双双 都是属于运气不好的那一类 洛轩也没有丝毫的口气 收回自己的混沌石碑 继续说道 你我三人一起寻找 林承飞并未多说什么 因为她感觉龙傲还算不错 毕竟要是换作其他人得到混沌石碑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 到时候就算是他们 也无法找到对方 不仅如此 林承飞不是傻子 知道龙傲不是平凡之辈 事情已经如此 结交个朋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三人组队一起寻找混沌石碑 快看 就是那个人 不仅拥有没有吞噬的混沌石碑 甚至还拥有两件逆天的星空神器 此人身边跟着两位主宰 谁敢出手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三人的踪迹 如今的龙傲已经彻底出名 先不说混沌石碑 单单是能够避开星空主宰锁定的星空神器 就知道有多么的诱惑大 要只是龙傲一个人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肯定会有无数人出来抢搏 但是现在 根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 招惹两位星空主宰 除非是脑子进水 或者想要自寻死路 否则的话 根本没有人愿意出来 洛轩 林承飞 你们两人什么时候成了别人的跟班 哈哈哈哈 根屁虫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三人 四周的所有人都是惊呼出声 是三大魔皇 看来是出来抢搏混沌石碑和星空神器的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看着面前出现的三人 脸色都不太好看 三大魔皇 分别是星空大魔皇 星空二魔皇和星空三魔皇 三人乃是亲兄弟 也都是星空主宰 三大魔皇本身就是极其凶残的人物 龙傲的事情 要是让三大魔皇遇到 想想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滚 林承飞可不拒三人 就算打不过 大不了走 洛轩却是没有多说什么 三魔皇看着面前的三人 疯狂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随着三大魔皇疯狂地大笑起来 四周所有人全部连连倒退 惊恐地看着三大魔皇 三大魔皇还真是恐怖 就算面对两位星空主宰 照样说杀就杀 洛轩 林承飞 我们三人对你们没有丝毫的兴趣 最好给我滚一边去 三魔皇死死地盯着笼袄 冷冷到 交出你手中的混沌石碑 还有两件混沌神器 我可以做主放过你 要不然的话 三魔皇的话并没有说完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只要不交出混沌石碑和两件混沌神器 那么必杀无疑 哼 你们三个还真是大言不惭 想要在我面前杀人 你们凭什么 洛轩的脾气很是火爆 甚至要凌驾于三大魔皇之上 早已习以为常 三大魔皇也没有丝毫的在意 要是面对一位星空主宰 三人根本不会有丝毫的忌惮 不过面前是两位星空主宰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三人已经决定 他们只需要击杀此人 夺走此人身上的混沌石碑和两件混沌神器极客 至于洛轩和林承飞 现在还不是时候强行出手 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好处 洛轩 林承飞 我奉劝你们一句 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三人将会和你们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三大魔皇的不死不休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随随便便的结下恩怨 毕竟三大魔皇一旦联手 就算想要击杀星空主宰 也不是什么难事 整个仙界星空 根本无人敢招惹三大魔皇 除非是能够集结五位以上的星空主宰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又有几人愿意招惹三大魔皇 龙奥心里很是感动 自己和洛轩 还有林承飞其实还算不上朋友 要是换做其他人 肯定不愿意为了自己得到三大魔皇 但是洛轩和林承飞 不仅没有抢夺自己的混沌石碑和两件混沌神器 甚至面对实力强悍的三大魔皇 都没有放弃自己 从而独自离开 单单是这一点 这两个人就值得交往 并且生死相交的那种 多谢两位 你们还是先离开吧 龙奥也很清楚 洛轩和林承飞就算是联手 都不可能是三大魔皇的敌手 自己拥有混沌石碑 根本不具任何的星空主宰 大不了进入混沌店 不过要是双方真的强行开战 最终吃亏的还是林承飞和洛轩 不是朋友也就算了 如今的龙奥 已经将两人当作是真正的朋友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才不希望两人因为自己从而有事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岂能不知道龙奥的意思 两人瞬间对龙奥的好感剧增 要是换做其他人 巴不得自己两人留下帮忙 第2806章互相对哄 朋友 这一刻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才算是真正的将龙奥当作是朋友 哈哈 龙兄 你太小看我们两人了 既然是朋友 那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龙奥双眼爆发出一股金光 点点头 表示认同 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在三大魔皇眼里 如今洛轩和林承飞所做的一切 的确犹如脑子进水一般 为了一个不朽先帝和他们三人闹翻 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 洛轩却是嘲讽地笑了笑 你们三个 比试越来越重 洛轩甚至不愿意继续往下说 事情已经如此 三大魔皇心里也都非常清楚 想要避开两人抢夺对方手中的混沌神器和混沌石碑 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想到这里 三大魔皇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丝毫的迟疑 三人立刻出手 就算无法击杀两位星空主宰 在他们看来 自己两人只要困住洛轩和林承飞 其中一人便可以击杀对方 从而抢夺想要的东西 转眼间 大魔皇对战林承飞 二魔皇对战洛轩 至于三魔皇 则是直接朝着龙奥而来 从头到尾 三魔皇都没有将龙奥放在眼里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星空主宰 对方却只是小小不朽先帝 想要在自己手中走出一招 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四周所有人看到 龙奥想要硬抗三魔皇 都是鄙视到了极点 明知不可违 却偏偏偏要为之 死了活该 所有人都想不通 龙奥身上明明有着空间星空神器 只要躲入星空神器之内 那么就算是三魔皇也无法锁定他的位置 但是结果呢 对方不禁不躲入空间星空神器之内 居然还准备硬抗三魔皇 不知死活 混沌九府 第三府 力量绝杀 自从感悟这一招之后 龙奥发现自己的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之前还无法及沙半部星空主宰 不过自从领悟这一招 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沙半部星空主宰 至于抗衡星空主宰 联想都不用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轰 一声巨响 三魔皇震惊地看着被自己击退三步的青年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能够硬抗自己的一招 并且只是后退三步 不要说三魔皇 就算是其他人 甚至包括正在大战的四位元星空主宰 全部震惊到了极点 不朽先帝居然能够硬抗星空主宰 这是真的吗 肯定是自己眼花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先借星空最为强悍的武者便是星空主宰 不要说不朽先帝 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 都无法硬抗星空主宰 这是定律 无人能够改变 但就是面前的青年 却改变了这个定律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抵挡我的几招 这次算是彻底丢面了 身为堂堂的星空主宰 却被一个小小的不朽先帝如此 先不说其他人 单单是自己这一关 就有点无法通过 愤怒 无尽愤怒 无尽愤怒 无尽愤怒化作无尽杀器 三魔皇再次出手 这一次 三魔皇甚至动用了必杀技 为的就是能够一招灭杀对方 一次也许是意外 那么两次 甚至是三次 难道全是意外 一级必中 对于三魔皇的意思 龙奥岂能不知道 心中冷恒连连 要是换作之前的自己 的确无法抗衡星空主宰 但是现在 龙奥却没有多少担心 就算打不过 也完全可以离开 至于洛轩和林承飞 龙奥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虽然两人想要取胜三大魔皇不可能 但同样的 三大魔皇想要击杀两位星空主宰 同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一点毫无疑问 瞬间 三魔皇和龙奥再次大战在一起 这一次 所有人都认为龙奥必死无疑 甚至连一招都抵挡 不住 毕竟如今的三魔皇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但是结果呢 接下来的一幕 所有人都彻底震惊了 甚至连正在大战的四人 都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死死的盯着面前的大战 互相对轰 这种战斗方式 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 尤其是实力相差太大 正是如此 所有人才想不通 龙奥到底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居然和三魔皇选择了硬碰硬的互相对轰 简直不知死活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龙奥必死无疑的时候 龙奥却是越战越勇 居然连续和三魔皇队轰束石拳 也没有被三魔皇所击杀 这是怎么回事 龙奥真的如此强悍 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 龙奥就算吞噬混沌石碑 却没有炼化混沌石碑 单单是以不朽先帝的实力 想要抗衡星空主宰 这种事情 前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过龙奥的境界和三魔皇 的确不能相提并论 强行对轰之下 龙奥已经开始渐渐地抵挡不住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肯定必死无疑 就算有着不死元神 不过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林兄 我看龙奥要抵挡不住了 我们出手 林成飞岂能看不出来 不过还是震惊的无与伦比 能够硬抗三魔皇的攻击 龙奥现在可是还没有炼化混沌石碑才 成就星空主宰 很难想象 一旦等到龙奥真正的炼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到时候龙奥的实力将会如何的变态 想都不敢想象 不管是林成飞还是洛轩 都已经知道龙奥已经抵挡不住 这样下去 肯定没有什么结果 想到这里之后 两人立刻出手 不过一边的大魔皇和二魔皇也已经反应过来 立刻和两人继续大战在一起 两人心里很是着急 自己两人被大魔皇和二魔皇困住 三魔皇想要击杀龙奥实在太容易了 至于龙奥为什么不躲入空间混沌神器 两人当然知道因为什么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两人才将龙奥当作是真正的朋友 要是换做其他人 相信面对星空主宰早就跑了 怎么可能还和星空主宰对战 不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龙奥却是正在做 第2807章消失 洛轩和林成飞都担心到了极点 奈何他们被大魔皇和二魔皇困住 根本无法分身去相救龙奥 就算龙奥的实力强悍 也不可能硬抗三魔皇 渐渐地 龙奥也开始抵挡不住 他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他必败无疑 星空主宰就是星空主宰 哪怕三魔皇还没有掌握混沌之力 实力也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太过强悍 情双双的精血只是开启了一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所以龙奥还无法开始炼化混沌石碑 就算是强行炼化 也是徒劳无功 如何开启另外一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龙奥至今还不知道 要不是这次踏入仙界星空 并且遇到情双双 龙奥甚至还不知道 自己拥有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居然还没有开启 其他混沌石碑根本不需要开启 唯独自己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不明白 不过好在已经开启了一半 剩下的另外一半 只要自己想办法 也不是没有办法炼化 随着双方的战斗 很多的星空主宰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 龙奥知道 自己必须进入混沌店 要是其他的星空主宰插手此事 那么就算有着洛轩和林承飞 自己的麻烦都不会小 没有必要逞能 下一秒钟 正在和三魔皇大战的龙奥 突然消失不见 又来这一招 明明知道龙奥会如此 三魔皇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空间混沌神器太过强大 要是能再掌握混沌之力 也许有可能锁定 现在却是做不到 洛轩和林承飞看着龙奥消失 总算是松了口气 如今龙奥已经脱困 两人也不愿意继续纠缠下去 他们两人和三大魔皇 可以说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洛轩 林承飞 龙奥手中的两件混沌神器 你们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借助这两件混沌神器 从而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无耻 洛轩狠狠地骂道 其他星空主宰全部来到三大魔皇身边 其中一位星空主宰说道 两位 二魔皇说得很对 要是我们能够分享这两件混沌神器 说不定可以获得混沌之力 在所有人看来 龙奥和两人肯定关系匪浅 要不然的话 两位星空主宰 为什么要屈尊去相助一个不朽先帝 难道两人也是想要得到 对方手中的混沌神器 各怀鬼胎 怎么可能让两人独吞 你们还真是无耻 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要拿出来和你们分享 你们无法掌握混沌之力 怪你们没有本事 和龙奥又有半毛钱关系 洛轩说得很对 你们身为星空主宰 难道连脸都不要了吗 洛轩和凌承飞很是愤怒 他们两人不要求人 人和他们一般 不过也不能如此无耻 尤其是星空主宰 还无耻的如此不要脸 这些星空主宰 包括三大魔皇在内 都没有丝毫的在意 开什么玩笑 要是其他人东西也就算了 偏偏对方手中有着两件混沌神器 还有一面混沌石碑 要是自己等人能够获得混沌神器 那么说不定真的能够掌握混沌之力 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不会有人选择放弃 难道你们两人就不想掌握混沌之力 想 洛轩和凌承飞联想都没有想 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洛轩冷笑不已 嘲讽帝说道 不要说我们两人 相信不管是哪一位星空主宰 都想要获得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不过取之有道 混沌神器不管有多么的强大 都是龙傲的东西 你们凭什么抢夺 要是其他人说出此话 肯定会被人鄙视死 开什么玩笑 取之有道 对于人吃人的浩瀚星空 根本没有什么取之有道 实力就是一切 有实力就可以拥有一切 更何况还是星空主宰 想要夺走不朽先帝的东西 整个仙界星空 唯独两人 还真的是做到了取之有道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两人根本不会去碰 不仅如此 这两人不仅如此 甚至还不会滥杀无辜 除非是有人故意招惹他们 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面前的洛轩和林承飞 你们不愿意 我们无所谓 只要能够掌握混沌之力 就算强行抢夺又怎么样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要怪就怪他手中有着混沌神器 怨不了别人 无耻 洛轩再次说了一句无耻 就准备出手 林承飞当然不会退后一步 就算面对数十位星空主宰 两人还是没有丝毫的距弈 就在这个时候 你们两人不要有丝毫的抵抗 正准备出手的洛轩和林承飞 突然听到龙奥的临世传音 就已经知道 龙奥要让他们进入空间混沌神器 虽然不惧众人 不过两人也有着自知之明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硬抗眼前众多星空主宰 消失了 看来是刚刚的那人 看到洛轩和林承飞居然凭空消失 并且还无法锁定 所有人就已经猜到 两人的消失肯定和那个人有关系 越是如此 众人越是贪婪 如此强悍的空间混沌神器 要说不想得到 那肯定是骗人的 混沌殿内 看着四周的空间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都是惊叹不已 他们也见过空间星空神器 不过空间混沌神器却是第一次见 果然不能相提并论 龙兄 不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个空间逗留多久的时间 龙傲心里很清楚 林承飞已经看出了端倪 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很是无奈地说道 我虽然已经得到这件空间混沌神器 却还没有办法真正掌握 所以外人只能在这里逗留三个月时间 果不其然 两人没有丝毫的怀疑 毕竟龙傲现在还没有炼化混沌石碑 能够进入空间混沌神器已经很不错 更加不要说掌握混沌神器 在他们看来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说龙傲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未必能够真正掌握这件空间混沌神器 第2808章依然无法 就算如此 龙傲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都非常清楚龙傲拥有的这件空间混沌神器 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连他们都无法锁定这件混沌神器 要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难以置信 混沌神器 不愧是凌驾于星空神器之上的超级神器 龙兄 你太过鲁莽 如今其他人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 你以后 林承飞的话没有说完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皮肤无罪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 龙傲岂能不懂 不过龙傲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自己在浩瀚星空那般生死都能够经历 更何况是在仙界星空 并来降挡水来涂眼 看到龙傲没有丝毫的在意 林承飞心里深深叹息一声 没有继续多奉劝下去 反而是洛轩 龙兄 如今你得罪了三大魔皇 还有其他星空主宰 不如早点离开东黄山 至于混沌石碑 要是你相信我们两人的话 就交给我们 如何 洛轩的意思已经很清楚 不过龙傲却不会离开东黄山 就算得罪的是星空主宰又如何 只要有混沌店 自己就无需忌惮任何人 想到这里 说到 我决定留下来 龙傲留下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 他要是离开东黄山 两人就算能够找到混沌石碑 还要去找他 到时候必定耽误时间 要是自己留在东黄山 那么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 第二个原因 他留下 也可以增加找到混沌石碑的几率 毕竟现在时间紧迫 实在是耽误不喜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既然将两人当作是朋友 那么就不会让两人独自留在东黄山 就算明明知道两人的实力不会有事 这才是朋友 要是缩头缩尾 那么也不配成为朋友了 对于龙傲的意思 两人岂能不知道 很是无奈 更多的还是欣赏 还是那句话 要是换做其他人遇到星空主宰 明明知道留下危险重重 相信能走多远走多远 朋友在生命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龙傲还是不错 就算知道众多星空主宰对他虎视眈眈 还是决定留下 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妻子 都是有情有义 龙兄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两位 我必须寻找到更多的混沌石碑 所以就算有着星空主宰阻拦 我也必须 寻找一面混沌石碑根本没有用 万一运气不好的话 那么星双双再次无法吞噬 到时候还要继续寻找 直到此刻 龙傲都还不知道 星双双的运气为何如此差 毕竟十个人里面 九个人都可以吞噬混沌石碑 就和当初的白金一般 运气实在倍到极点 恩 我们两人相助你 陆姐 林大哥 虽然我没有把握真的让你们获得混沌之力 不过我有种直觉 等我炼化混沌石碑的时候 一定可以找到办法 事情已经如此 两人怎么可能怀疑龙傲 退一万步讲 就算龙傲真的没有办法让他们掌握混沌之力 他们也没有丝毫的介意 还是会将龙傲当作是朋友 两人没有说话 龙傲却知道两人的意思 龙兄 我想问问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两件混沌神器 林承飞当然知道如此问不合适 要是面对其他人 他也不会如此问 不过他是真的将龙傲当作朋友 所以才问了出来 洛轩虽然没有说话 不过从表情上已经能够看出 他和林承飞一般都很想得到混沌神器 混沌神器的诱惑摆在那里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无法抵挡住 要是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混沌神器 那么对于自己两人来说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龙傲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自己得到两件混沌神器的事情 大概的讲了一遍 其实对于他来说 得到两件混沌神器的经过实在有点运气 听完之后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都是有点无语 龙傲的运气的确有点逆天 别人想要得到一件混沌神器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独他连续得到两件混沌神器 不仅得到 甚至还没有成就星空主宰就已经得到 两人也已经知道 要不是这两件混沌神器 龙傲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运气 运气才是第一位 洛轩赞同的点点头 三人又说了半个时辰 这才离开混沌店 如今的情况很是特殊 根本没有必要和其他星空主宰硬碰硬 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 先找到混沌石碑再说 三人联手 的确要比其他人更加有优势 成为朋友之后 林承飞也没有继续隐瞒 毕竟他能够找到混沌石碑的事情 在仙界星空也不算是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听完林承飞的话 龙傲也是惊讶不已 看来浩瀚星空无奇不有 这种特殊的体质都有 要不是林承飞亲口所说 就算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不过龙傲心里也非常清楚 林承飞的这种体质 也许只能够成功一次 要不然的话 林承飞进入东黄山已经这么久 连一面混沌石碑都还没有锁定 不过就算如此 林承飞已经比其他人占据更大的优势 毕竟无数人想要找到混沌石碑都不太可能 洛轩 林承飞和龙傲三人联手寻找 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 终于又锁定了一面混沌石碑 没有丝毫的迟疑 三人立刻进入混沌殿 开始救治秦双双 龙傲很是担心 要是秦双双还是无法吞噬的话 那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东黄山到底有多少面混沌石碑 至今无人知道 就算是有 他们也未必能够得到更多的混沌石碑 果不其然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秦双双依然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刚刚进入体内的混沌石碑 前后还不到数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被秦双双强行逼出体外 看到这里 龙傲深深叹息一声 就算是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2809章吞噬原神 林承飞和洛轩也是有点苦闷 秦双双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一次不可以 怎么第二次也不可能吞噬 这似乎已经不是无法吞噬的原因 想了想 洛轩最终还是说到 龙兄 恕我直言 洛杰请说 如今的龙傲脑子已经乱了 他几乎可以断言 无论是什么混沌石碑 秦双双都无法吞噬 要真是如此的话 岂不是无法救治 想到这里 龙傲的心就特别的疼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都要救治秦双双 根据我的猜测 秦双双无论吞噬什么混沌石碑 都无法成功 林承飞赞同的点点头 说到 应该是如此 所以没有必要继续去寻找混沌石碑 两人所说 正是龙傲所认为的事情 也是他最为感到害怕的事情 秦双双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应该只有两个原因 露姐 是什么原因 听到秦双双居然知道原因 龙傲立刻问道 很是急不可待 他想来想去 还是想不出 到底是因为什么 秦双双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对症下药 要是能够知道秦双双 为什么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自己也好有个目标 第一个原因 那就是秦双双的体质特殊 根本无法吞噬任何的混沌石碑 当初我有个朋友 也是这种特殊体质 就算得到混沌石碑 也没有吞噬成功 清顿石咯噔一下 秦双双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麻烦就大了 不要说难攻影 就算是自己都知道 想要救治秦双双 只有吞噬混沌石碑 才能够救治秦双双的原神 龙傲没有说话 刚刚洛轩已经说了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许秦双双没有如此倒霉 说不定是第二个原因 导致他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至于第二个原因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那就是因为秦双双受到重创 自己根本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龙傲当然希望是第二个原因 要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是第二个原因的话 自己还有办法相助秦双双 吞噬混沌石碑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算是洛轩都不知道 看着躺在床上的秦双双 林承飞很是无奈地说道 还真是奇怪 这种伤势连我们都看不出来 龙傲也没有丝毫地隐瞒 将自己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吞噬秦双双的精血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 啊吞噬精血 混沌石碑吞噬精血 这种事情前所未闻 要不是龙傲所说 打死他们都不会相信 洛轩和林承飞的脸色都很无奈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好端端的 龙傲吞噬的混沌石碑 要吞噬秦双双体内的精血 龙兄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有人吞噬混沌石碑 却还要开启混沌石碑 林承飞点点头 说道 龙兄吞噬的正面混沌石碑 实在有点诡异 其他混沌石碑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唯独正面混沌石碑 对于自己所吞噬的混沌石碑 龙傲也是好奇不已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法炼化 攻击碰到他的人 种种说明 无属性混沌石碑肯定不简单 不过如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虽然已经一半开启 不过还有另外一半无法开启 龙傲心里非常清楚 想要搞清楚 无属性混沌石碑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必须先开启另外一半的混沌石碑 但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体内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突然漂浮而出 来到秦双双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若轩和林承飞 包括龙傲在内 想要往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立刻被无属性混沌石碑 释放出的气罩抵挡在外 至于龙傲 更是一动不动 无法动弹 又来了 龙傲最害怕这种事情 因为之前就是这种情况 无属性混沌石碑吞噬了秦双双的精血 这次又来 鬼知道无属性混沌石碑又要做什么 秦双双的情况已经很是危机 要是再来一次 龙傲不敢保证 秦双双是否会真的立刻陨落 对于龙傲的情况 洛轩和林承飞岂能不知道 两人很是震惊 因为这种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 甚至无法相助 龙傲所拥有的这面混沌石碑 实在太强大了 就算他们已经成就星空主宰 似乎在这面混沌石碑前 也无法强行破开气罩 这是什么情况 龙兄的这面混沌石碑 让我的混沌石碑感到一丝不安 洛轩点点头 说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看来这面混沌石碑不简单 难怪龙兄无法炼化 要是能够开启另外一半 并且龙兄真正将其炼化的话 相信微能也不是其他混沌石碑能够比拟的 洛轩和林承飞很是惊讶 没有丝毫的办法相助 两人也没有继续轻举妄动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要是强行出手的话 要是到时候帮到忙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开始吞噬了 果然如此 想要开启这面混沌石碑 还是要吞噬情双双的元神 金血和元神分别可以开启混沌石碑 要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难以置信 林承飞彻底傻眼了 因为这种情况 还真是没有见过 吞噬混沌石碑就可以直接炼化 从未见过 吞噬混沌石碑居然还要开启 并且还是用一个女人的金血和元神 难以置信 甚至是匪夷所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无属性混沌石碑居然开始在吞噬情双双的元神 龙奥彻底傻眼了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虽然之前吞噬了情双双的金血 并且已经补了回来 不过情双双却陷入了昏迷 要是吞噬情双双的元神 就算元神不灭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来情双双的元神就很虚弱 这是要玩死自己的节奏 龙奥着急到了极点 却没有办法出手 因为他就算吞噬了无属性混沌石碑 却无法掌握混沌石碑 也就是说 无属性混沌石碑根本不受他的掌握 第2810章陨落 该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龙奥简直着急到了极点 看着无属性混沌石碑 正在吞噬情双双的元神 鬼知道会不会直接彻底吞噬元神 情双双陨落 绝对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两位帮我阻止吞噬 龙奥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只有让两人相助 洛轩和林承飞岂能不知道龙奥的意思 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不管是洛轩还是林承飞 立刻朝着混沌石碑快速而去 但是结果呢 无属性混沌石碑上所释放出的气息 直接阻挡两人 无法跨出一步 龙兄剩下的话两人实在说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混沌石碑吞噬秦双双的元神 这样下去 什么样的结果 是个人都能够猜得出来 彻底猛了 龙奥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刻 不仅自己无法动弹 甚至连两位星空主宰都无法跨出一步 这样以来 秦双双彻底完了 时间快速地流速 无属性混沌石碑足足吞噬了数分钟 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龙奥的身体猛然一颤 心里已经知道 如今的无数混沌石碑已经全部开启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他已经能够真正地练化无属性混沌石碑 混沌石碑已经顺利回到龙奥的体内 要死换作平常时刻 发现自己能够真正开始练化混沌石碑 龙奥肯定是兴奋不已 但是现在 龙奥却没有丝毫地激动 开到秦双双面前 看着原神已经被全部吞噬的秦双双 龙奥就已经知道 如今的秦双双 已经是真正的陨落 洛轩和凌晨飞都是无奈地叹息着 因为直到此刻 还是没有人能够想到 事情会变成如此 龙兄 你是否想过 为什么秦双双的精血和原神 可以开启你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对于凌晨飞的意思 龙奥岂能不知道 不过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实不相瞒 我来自另外一个浩瀚星空 遇到秦双双也不超过数月时间 来自另外的浩瀚星空 洛轩和凌晨飞很是震惊 他们当然知道 并不是只有一个仙界星空 肯定有着和仙界星空一样的浩瀚星空 只是没有人能够前往罢了 不要说一般的修仙者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无法前往另外的浩瀚星空 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居然是从另外的浩瀚星空而来 没有多问什么 两人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龙奥想说的话 就算他们不问 相信龙奥都会说 要是龙奥不愿意说的话 那么他们无论多说什么都是百搭 龙兄 也许秦双双并没有真正的陨落 什么意思 龙奥很是好奇 因为秦双双的原神已经被混沌石碑彻底吞噬 没有原神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死 不过龙奥知道 骆轩不可能为了安慰自己如此说 难道秦双双真的没有陨落 想到这里 龙奥双眼爆发出惊喜 立刻即不可待地问道 骆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兄 要是我猜测的不错 你的混沌石碑之所以需要秦双双的精血和原神开启 绝对不简单 点点头 对于这一点龙奥也想到了自己所拥有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被秦双双的精血和原神开启 要说其中没有猫腻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至于其中的猫腻 龙奥却是想不通 不要说龙奥 就算是骆轩和林承飞都想不通 一看骆轩脸上的表情 龙奥就已经知道 就算是两人都不知道 深深地叹息一声 很是无奈地说道 我宁愿不开启混沌石碑 也不要他有事 龙兄 恕我直言 你既然和秦双双只是认识不到数月时间 并且根据你所说 你们的交情也不是很深 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妻子 难道就是因为混沌石碑吞噬了秦双双的原神和精血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两位 实不相瞒 我和秦双双的确认识不到数月时间 不过自从混沌石碑吞噬了秦双双的精血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就认为她是我龙奥最新来的女人 就是我的妻子 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就好像秦双双陨落 我 龙奥没有继续往下说 因为这种感觉实在有点缥缈无虚 根本说不清到不明 不过洛轩和林承飞确实已经傻眼了 两人当然知道龙奥所说的意思 龙兄 难道你和秦双双都是转世之身 点点头 又摇摇头 对于自己和秦双双到底是不是转世之身 龙奥也不知道 说道 我不知道 秦双双的原神虽然已经消失 不过却没有真正陨落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也许秦双双真的有救 我明白的 如今秦双双的原神已经被无属性混沌石碑强行吞噬 龙奥哪还有心情继续逗留 和两人告别之后 就离开了东黄山 因为龙奥知道 以秦双双现在的情况 无法吞噬混沌石碑的情况下 必须尽快地寻找其他办法救治 否则的话 秦双双必死无疑 而龙奥并没有去找南宫颖 从头到尾 他都感觉南宫颖不简单 似乎认识自己很久一般 南宫颖对自己也好像很了解 这种情况下 他不愿意让自己被动 要是继续去找南宫颖 说不定会适得其反 龙奥不愿意被动 也许等到自己真正恋化 无属性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的那一天 可以去找南宫颖 但是现在 绝对不是最佳的时候 龙奥带着秦双双离开东黄山 立刻远远地断去 如今的他已经被众多星空主宰盯上 稍有怠慢 自己倒是无所谓 要是连累了秦双双 那就麻烦大了 转眼间 三月时间悄然而逝 不过三个月后的龙奥 看着混沌店内的秦双双 整个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秦双双在混沌店内已经三个月 居然没有被混沌店绞杀 第2811张天然迷宫 按照正常情况 不管是谁 除了自己之外 任何人进入混沌店 都无法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唯独秦双双 秦双双不仅超过了三个月 甚至没有被混沌店传送出去 也没有被混沌店绞杀 要是这样的话 自己还有时间去寻找救治秦双双的办法 东黄山的事情 足足维持了数年时间 才渐渐地消停下来 所有人再三确定 东黄山在也没有什么混沌石碑之后 这才纷纷离开 至于有多少人在东黄山找到了混沌石碑 东黄山到底有多少面混沌石碑 至今还无人知道 不过龙傲却不关心 他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洛轩和林承飞 两人最少每个人得到了一面混沌石碑 龙傲将两人当作是朋友 所以两人得到混沌石碑 他是真心替两人感到开心 如今的仙界星空 最为出名的不是东黄山 而是一个神秘人龙傲 根据传言 龙傲不仅能够硬抗三魔皇 甚至手中还有着混沌石碑和两件混沌神器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想要得到两件混沌神器 由此可以想象 龙傲手中的这两件混沌神器 到底有多么的逆天 自从东黄山之后 龙傲就此消失不见 到处寻找 不要说星空主宰 就算是其他人的修仙者 都恨不得锁定龙傲的位置 所先禁地 所先禁地 也是仙界星空的禁地之一 并且还是绝对的禁地之力 所先禁地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随便踏入 当初有人甚至包括星空主宰 踏入所先禁地之后 再也没有出来过 久而久之 所先禁地四周再也看不到一位修仙者 龙傲带着秦双双 不管所先禁地的传说 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而来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龙傲打听了很多关于元神毁灭 却没有真正陨落的事情 最终 龙傲还是带着秦双双前来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说 仙界星空的绝对禁地 所先禁地 有着恢复元神的东西 为了救治秦双双 就算明明知道所先禁地危险重重 还是不顾危险来到所先禁地 脸色很是凝重 看着面前的入口 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所先禁地 不过龙傲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自从进入仙界星空以后 处处透露着神秘和诡异 南宫颖 秦双双 东黄山 所先禁地 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和自己有关 直到此刻 他还不知道自己和秦双双到底是什么关系 自己和秦双双到底是不是转世之身 深深呼吸一口气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所先禁地 下一秒钟 龙傲一步跨出 整个身影已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入通道之后 龙傲的身影已经被一道黑色光芒笼罩 下一秒钟 身体就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 四周阴森森的很是诡异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傲的脸色越发的凝重起来 自从进入所先禁地之后 他就越发的有种不好的预感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一般 至于是什么事情 就算是龙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没有办法 还是那句话 只要有一丝的机会 他就不会选择放弃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救治秦双双 龙傲试着用元神覆盖整个所先禁地 却无奈地发现 以他的实力 元神居然连万米之内都无法覆盖 看来这个所先禁地还很是不简单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步步为营地往前走 越走越是心惊 因为四周的无数大树 似乎都活了一般 也不攻击 不过却好像一个迷宫一般 走来走去 根本走不出 不是阵法 好像是天然的迷宫 这种迷宫要比阵法更加恐怖无数倍 这一刻的龙傲终于知道 为什么所先禁地乃是仙界星空的绝对禁地之一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踏入 先不说其他 单单是这个天然迷宫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能够困住 就算不被迷宫所及杀 也会被迷宫困住一辈子 想想都感觉可怕 龙傲没有继续往前走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就算走上数万年 都还是原地打转 除了白白浪费时间 脸色越来越凝重 天然迷宫 想要离开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就算龙傲本身也是一位阵法师 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天然迷宫 到底该怎么办呢 本来想着进入所先禁地能够救治秦双双 却万万没有想到 还没有找到救治秦双双的办法 已经被困在了这个所谓的天然迷宫之内 这一刻的龙傲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元神无法释放而出 要是元神能够覆盖所先禁地的话 那么这个天然迷宫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看着四周的迷宫 龙傲已经渐渐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看起来诡异无比的大数 应该就是迷宫的关键 轻轻地闭上双眼 足足感应了数十分钟 龙傲的脚步终于动了起来 很是飘渺无虚 看上去就好像喝醉酒一般 就这样 在不知不觉之中 龙傲足足花费三天时间 终于走出了这片茂密的森林 也就是所谓的天然迷宫 看着身后的天然迷宫 龙傲总算是松了口气 直到此刻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的天然迷宫 凭的就是一种感觉 还是那句话 这种感觉实在有点飘渺无虚 就算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深深地叹息一声 龙傲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太过神秘和诡异 自己就好像一枚棋子一般 龙兄 度日不见 别来无恙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南宫颖 龙傲彻底震惊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所先禁地之内遇到南宫颖 似乎自己去哪里 南宫颖都会找到自己 并且龙傲甚至有种直觉 那就是南宫颖在这里是特地等自己的 南宫兄 不知道你来所先禁地所谓何事 龙傲很清楚天然迷宫的恐怖 南宫颖却能够离开天然迷宫 似乎有点太过诡异 第2812章不够资格 等你 果不其然 龙傲心里越发的忌惮南宫颖 不知道对方专门等在这里 等自己所谓何事 是敌是友 至今还不知道 不知道南宫兄等我何事 龙傲已经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有种直觉 那就是面前的南宫颖 恐怕是自己的敌人 而不是所谓的朋友 一直以来 龙傲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似乎能够猜到龙傲心中所想 南宫颖却是不以为然 说到 龙兄 你想救治秦双双吗 条件 龙傲很清楚 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 南宫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救治秦双双 另外一点 龙傲心里也很是好奇 秦双双既然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治 龙兄 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 秦双双其实是转世之身 继续 而他前一世也是星空主宰 所以你想要救治秦双双 必须寻找到他的特定混沌石碑 否则的话 他这一辈子就是活死人 你知道这面混沌石碑在哪里 没有丝毫的怀疑 因为龙傲心里很清楚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这个原因 否则的话 秦双双为什么无法吞噬混沌石碑 不知道 龙傲有些愤怒了 男工引如此 明显就是在玩自己 龙兄 实不相瞒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要闭关恋化混沌石碑 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 而作为补偿 我也不会让你失望 如何 说说看 别人也许不知道 龙傲岂能不知道 虽然男工引只是不朽先帝 不过却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只要闭关恋化混沌石碑 那么就可以成就星空主宰 并没有立刻答应 因为龙傲不知道 男工引所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能办就办 要是不能办 绝对不碰 我想要你手中的混沌斧 而作为交换条件 我可以给你另外两件混沌神器 如何 脸色顿时一尘 龙傲想过无数种可能 却没有想到 男工引居然想要自己手中的混沌斧 不仅如此 按照男工引话中的意思 看来男工引也有着混沌神器 并且还是两件混沌神器 男工引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有传说之中的混沌神器 混沌神器 凌驾于星空神器之上的存在 龙傲 我可以保证 我手中的这两件混沌神器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真的吗 龙傲不是傻子 要是真的如男工引所说 那么为何又要用他手中的两件混沌神器 来换自己手中的混沌斧 更何况 男工引又是如何知道 自己手中的这并斧头 就是混沌斧 想到这里 龙傲直接问道 男工引 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关键所在 男工引确实笑了笑 说道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要是想要知道我的身份 你必须要有知道的资格 不过你现在明显还不够资格 不过我会等你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龙傲当然不会继续问下去 因为他知道 就算自己继续问 恐怕男工引都不会说 何必耽误时间 等我知道你的真正身份之后 我们再说其他人 龙傲的意思已经很清楚 男工引只要不是傻子 就一定能够听得明白 果不其然 等到龙傲说完之后 男工引莫有再说什么 而是转身快速离开 看着已经消失的身影 龙傲的脸色很是不好看 因为男工引此人太过神秘 并且还知道自己的混沌府 由此可以看出 男工引此人对自己很是了解 而自己对男工引却没有丝毫的了解 这本身就已经处于下风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要是以前 龙傲没有丝毫的信心 不过现在 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无属性混沌石碑 因为吞噬了情双双的精血和元神 从而彻底开启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自己已经可以真正的开始练化混沌石碑 虽然这个时间无法确定 不过龙傲却有信心 等到自己真正练化混沌石碑成就星空主宰 到时候就算是面对未知的男工引又如何 想到这里 龙傲没有继续纠结下去 男工引还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想想办法 看看如何救治秦双双 他也相信 秦双双要真的是转世之身 那么说不定还真的有特定的混沌石碑 只是想要找到只能秦双双吞噬的混沌石碑 犹如大海里捞针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混沌店内 每一天龙傲都要进入混沌店查探 看看秦双双到底有没有事 这一刻的秦双双紧闭双眼 气息全无 甚至连元神的气息都感应不到 要不是身体还没有僵硬 还真的和死人一般无二 这也是龙傲 要是换做其他人 恐怕早已经选择放弃 看着静静地躺在浴床上的秦双双 龙傲很是愧疚 因为不是自己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进行吞噬精血和元神的话 秦双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活死人 生死不知 双双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 龙傲双全紧紧地赚住 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救治秦双双 南宫营已经离开索仙境地 龙傲却没有离开 顺利离开天然迷宫之后 就准备看看 索仙境地之内到底有什么秘密 万一自己的运气好 真的找到救治秦双双的办法 也说不定 整个索仙境地非常大 无边无际 就算是以龙傲的速度 已经足足走了数十天 依然没有走到尽头 除了刚开始的天然迷宫之外 索仙境地似乎也没有什么危险 龙傲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索仙境地会成为 仙界仙看的绝对境地之一 索仙境地肯定没有想象之中的 那么简单 正是因为如此 就算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 龙傲还是没有丝毫的放松 处处小心翼翼 不知不觉之中 龙傲已经再次回到天然迷宫之内 第2813章残缺 这是怎么回事 龙傲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重新返回天然迷宫 回到之前自己所在的位置 龙傲静静地没有继续离开 而是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九色元神顺势而出 直接覆盖了整个天然迷宫 原来如此 龙傲的元神覆盖天然迷宫之后 突然发现 这个天然迷宫居然和自己有关系 要不是亲身经历 实在有点难以置信 天然迷宫和自己的元神气息 几乎是一模一样 太匪夷所思了 这是真的吗 龙傲所释放出的元神 刚刚覆盖天然迷宫 甚至融合天然迷宫之后 不知不觉之中 突然间消失在原地 凭空消失 不是进入混沌店 下一秒钟 龙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一处洞府之内 整个洞府不算太大 却是非常的整洁 给人一种很是舒服的感觉 这是什么地方 看着自己突然出现的洞府 龙傲感觉有种深深的熟悉感 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般 难道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应该不太可能 轰的一声 龙傲感觉自己的脑海 被什么撞击了一般 甚至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脑海之中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字 五个金色大字出现在脑海之中的最后 看到脑海之中的五个金色大字 龙傲彻底震惊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进入的这个洞府 会得到自己以前就已经得到过的东西 五个金色大字 正是龙傲之前得到的九转混沌绝 这门连龙灭都无法修炼的逆天功法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龙傲终于知道 自己之前得到的这门九转混沌绝并不完全 可以说是一门残缺的功法 但是现在 自己得到的九转混沌绝 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这一刻自己得到的九转混沌绝 才是真正的九转混沌绝 之前所得到的那门残缺功法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还是第六转 得到完全的九转混沌绝 龙傲才终于知道 自己想要突破后面的生下三转 除非是能够练化体内的五属性混沌石碑 甚至是掌握混沌之力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自己想要突破九转混沌绝的第七转 除非是能够练化混沌石碑 并且掌握混沌之力 说说简单 真正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要是换做以前 想要炼化五属性混沌石碑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不同 因为吞噬了情双双的精血和元神 自己的五属性混沌石碑已经开启 从现在开始 自己已经可以开始真正的炼化混沌石碑 时间问题 九转混沌绝除了是一门功法之外 还蕴含着炼丹绝 阵法绝 伏绝等等 很是好奇 龙傲知道 在自己当初的浩瀚星空 炼丹 阵法和伏绝都不太重要 实力才是第一位 但是在仙界星空 不重要的炼丹 阵法和伏绝等等 确实显得格外的重要 并且还是重中之重 因为强大的炼丹 阵法和伏绝 甚至有些时候要超越本身的实力 可以这样说 在仙界星空 同等级修仙者对战 甚至是越级挑战 本身实力只是一部分 丹药 阵法等等 越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如今的龙傲 几乎已经断言 不管是自己之前所在的浩瀚星空 还是现在身处的仙界星空 其实只是众多星空之中的两个而已 无数的浩瀚星空伶俐 自己强行踏入空间裂缝 为什么不出现其他的浩瀚星空 偏偏要出现在这个仙界星空 在仙界星空 不仅遇到了能够开启自己混沌石碑的秦双双 甚至还来到这处神秘洞府 重新得到了九转混沌绝 并且还有逆天的炼丹绝 阵法绝 伏绝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说明一切问题 自己和这个仙界星空有着很大的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自己至今还说不清 顺利得到混沌石碑 龙傲准备返回属于自己的浩瀚星空 至于秦双双的伤势 他有种直觉 那就是秦双双就算原神消失 也不会真正的陨落 要是在外面 秦双双是否会陨落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在自己的混沌店之内 那么他就有着十足的把握 秦双双肯定不会陨落 这样的话 自己何必继续留在仙界星空 不管仙界星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已经对自己没有用处 最起码现在没有用处 当务之急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看看是否能够回到属于自己的浩瀚星空 时间紧迫 鬼知道龙藤未面的洞府会不会被迫 要是神算子等人破开洞府封印 那么事情就麻烦大了 整个龙藤帝国之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住神算子等人的联手攻击 越想越是着急 龙藤恨不得立刻返回属于自己的浩瀚星空 离开所先禁地之后 龙藤就开始想办法 不过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出来 至于之前想到过的 重新破开星空裂缝 从而进入星空裂缝返回浩瀚星空 但是这样行吗 绝对是不行的 因为一旦进入星空裂缝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否会返回浩瀚星空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这也是龙藤 要是换做其他人 先不说是否能够打开星空 恐怕没有一个人 包括掌握了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 都不敢随随便便地踏入星空裂缝 龙藤到时候不担心自己被星空裂缝所绞杀 反正自己的酒色原神是不死原神 真正让他感到担心的是 一旦自己踏入星空裂缝 鬼知道会进入哪一个浩瀚星空 要是再进入其他的星空 那么算是苦逼死了 还是想想其他办法 看看如何能够顺利地返回 属于自己的浩瀚星空 万般无奈之下 龙藤还是准备找到洛轩和林承飞 看看两人是不是有其他办法 毕竟两人都是星空主宰 要是连两人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整个仙界星空就没有人知道了 希望两人知道如何离开仙界星空 第2814章混沌界 浩瀚星空和仙界星空比较起来 似乎之前的浩瀚星空 知道的东西太少 例如混沌神器 在浩瀚星空 除了云地等人知道 几乎没有人知道 包括神算子等人在内 而在仙界星空却不一样 就算是随随便变得出来一位不朽先帝 都知道混沌神器的存在 相差太大 至于是怎么回事 龙奥现在还不知道 之前分开的时候 双方专门留下过联系方法 所以龙奥很快就联系到了两人 仙云谷 龙兄 请双双的伤势怎么样了 若轩和林成非是真心将龙奥当作朋友 要是换作其他人星空主宰 怎么可能和一位不朽先帝成为朋友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摇摇头 说起秦双双 龙奥就有种深深的无奈感 要不是自己的混沌石碑吞噬 秦双双也不会成为现在这般样子 犹如火死人一般 还是没有办法 不过双双在我的空间混沌神器之内 应该不会有事 若轩和林成非没有继续多问什么 毕竟此事连他们都没有办法 不知道龙兄这次找我们有什么事情 两位 我之前也已经说过 我是来自另外的浩瀚星空 所以我想回去 那里有着我无法割舍的东西 原来如此 若轩的脸色很是凝重 说道 应该不太可能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你想要回到你之前的浩瀚星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果不其然 龙傲没有丝毫的意外 似乎已经猜到 两人不知道如何回去的办法 不过龙傲已经决定 到了最后 要还是没有办法返回浩瀚星空的话 那么唯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剖开星空 踏入星空裂缝 借助星空裂缝回到自己的浩瀚星空 龙兄 似乎有很多事情 你并不知道 请凌兄告知 凌承飞倒是没有任何的隐瞒 说道 凌兄 根据你之前所说 你所在的浩瀚星空 应该是被某个强大的家族私自封锁 所以除了极个别的人物外 根本无人知道关于混沌界的事情 混沌界 这是什么地方 除了巅峰神秘族的云家 再无其他人知道 原来如此 凌承飞继续说道 无数的浩瀚星空伶俐 这些所谓的浩瀚星空 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初级星空 中级星空和高级星空 而我们身处的仙界星空 却是一个高级星空 高级星空 那么自己之前所身处的浩瀚星空 又是属于哪一个等级的星空 龙傲很清楚 自己不知道 洛轩和凌承飞肯定同样不会知道 在统一水准界面内 到底有多少个浩瀚星空 至今无人知道 不过却有一个终极未念 那就是凌驾于任何一个浩瀚星空之上的混沌界 原来如此 无数星空的概念 就和一个浩瀚星空的无数未念是一个概念 看来不管是无数未念还是无数星空 混沌界应该是最巅峰的存在 每一个浩瀚星空 都有数个混沌通道可以进入混沌界 而进入混沌界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进入混沌通道 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混沌通道 听了凌承飞的话 龙傲几乎可以断言 自己所在的浩瀚星空 不管是天舞大陆的混沌源泉 还是玄童带自己找到的混沌源泉 肯定都是所谓的混沌通道 至于什么人可以进入 最起码连神酸子这等星空主宰都无法踏入混沌通道 云帝是否能够进入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似乎能够猜到龙傲心中所想 凌承飞说道 想要进入混沌通道前往混沌界 首先要吞噬混沌石碑 其次便是要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要不然的话 其他人要是借助秘书进入混沌通道 也是必死无疑的做法 赞同的点点头 当初自己也前往过混沌源泉 的确没有办法进入 由此可以看出 云帝完全可以进入混沌通道 进入混沌界 但是云帝为什么不离开浩瀚星空 似乎有点猫腻 龙兄 至于你所说的那位云帝 应该是混沌界某个强大的家族 故意封锁你的浩瀚星空 我几乎可以断言 你们的那个浩瀚星空 就算有人掌握混沌之力 也无法进入混沌通道 甚至会被云帝直接抹杀 龙兄 仙界星空是否有人掌握了混沌之力 有 不过都已经全部进入混沌通道 前往混沌界了 大概已经快千余年时间 仙界星空已经没有人能够掌握混沌之力了 龙傲很是好奇 很是想不通地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算掌握了混沌之力 也可以不进入混沌通道前往混沌界 林承飞确实摇摇头 笑着说道 龙兄 你想得太过简单 据我所知 一旦你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那么就会被混沌界自动召唤 用不了多久 就算你不愿意前往混沌界 也会自动进入混沌通道 不仅如此 但凡进入混沌通道前往混沌界的人 除非是超级强者 所以一般人根本无法再回浩瀚星空 云帝为什么可以留在浩瀚星空 应该是混沌界的超级家族给的混沌神器 否则的话 云帝既然已经掌握混沌之力 那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浩瀚星空 对于混沌神器 龙傲也是一知半解 不过林承飞很快做出解答 说道 根据传言 混沌界有很多协助工具 其中炼丹师 炼器师 阵法师 俯师等最为强悍 其实和咱们的仙界星空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 丹药对于境界突破没有什么用 不过对于其他用途却很有用 一直未曾说话的洛宣 突然间说到 混沌诀和其他星空不同 想要在混沌界成为炼丹师 阵法师或者炼器师 实在太难了 万中无一 这一点龙傲倒不是很担心 因为他已经在九转混沌诀之内 感悟出炼丹诀 阵法诀等 只要自己能够进入混沌界 那么都可以涉及一些 第2815章控制 龙兄 一般星空下 混沌界的人是不会前来浩瀚星空的 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对于临成飞话中的意思 龙傲何尝不知道 要是没有特殊的原因 云家为何要留在浩瀚星空 毕竟实力达到他们的高度 继续留在浩瀚星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思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想不通 两位 稍后我会想办法返回浩瀚星空 日后相见 恐怕就是要在混沌界见了 两人点点头 洛轩很是无奈地说道 掌握混沌之力谈何容易 更加不要说前往混沌界了 龙兄 实不相瞒 我和洛轩都非常向往混沌界 因为在哪里 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对于两人的意思 龙傲岂能不知道 我和洛轩已经决定 从现在开始 我们闭关炼化混沌石碑 一日不炼化 我们就永不出关 说着 洛轩从怀里取出两面混沌石碑 说道 混沌石碑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丝毫的用处 所以送给你 希望对你有用处 龙傲也没有任何的客气 接过两面混沌石碑 我在混沌界等你们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就比比看 我们谁能够先一步踏入混沌界 离开之后 龙傲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来只能选择进入星空裂缝 不过何时能够返回浩瀚星空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想来想去 最终龙傲还是没有去冒险 返回所先进地的洞府之内 开始闭关修炼 希望能够早一日炼化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成就星空主宰 就可以有更大的把握返回浩瀚星空 洞府之内 龙傲体内的力量笼罩着面前漂浮着的混沌石碑 全身心投入到炼化混沌石碑之中 他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 想要早一点返回浩瀚星空 那么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炼化混沌石碑 要不然的话 一旦强行踏入星空裂缝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换作以前 想要炼化混沌石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说一年两年 就算是一千万一年都不可能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无属性混沌石碑吞石琴双双的金血和元神 开启之后的混沌石碑 自己已经可以开始真正的炼化 至于需要多久的时间 龙傲不知道 浩瀚星空 自从龙傲被卷入星空裂缝之后 整个浩瀚星空都变得风平浪静起来 陈算子等人也没有继续攻击龙藤未面 原因很简单 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有龙傲 至于龙藤帝国众人的生死 他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龙藤未面 云帝和云禄五人刚刚降临 神算子众人就已经知道 父亲 云帝想要做什么 叶独孤很是好奇 难道云帝等人想要攻击龙藤帝国 似乎有点扯淡 龙傲如今已经死了 就算破开洞斧杀了众人又能如何 龙傲身上的所有东西 已经全部进入星空裂缝 恐怕就算是云帝 都不敢踏入星空裂缝 云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算子似乎也很是好奇 想了想 说到 看来云帝是想先控制住龙傲的家人 要是龙傲真的没有死 那么到时候就被动了 龙傲不死 简直就是开玩笑的事情 在叶独孤看来 龙傲虽然可以破开星空 但要是进入星空裂缝 肯定是必死无疑的事情 怎么可能没死 云帝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独孤 我知道你心中所想 要是其他人 我也几乎可以断言进入星空裂缝 必死无疑 不过唯独这个龙傲 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听到父亲的话 叶独孤很是惊讶 难道龙傲真的有可能不死 父亲 龙傲要是真的没死 到时候云帝控制了龙傲的家人 那么我们就真的被动了 要真是如此的话 岂不是一切便宜都给了云帝 他们如何能够甘心 要是换做其他人也就算了 唯独龙傲身上的宝物实在诱惑太大了 单单是两件混沌神器 还有破碎星空 要是能够得到的话 那么就是如虎添翼 要说不想得到 那肯定是骗人的 叶独孤甚至决定 只要能够得到龙傲身上的所有东西 那么就算和云帝等人彻底撕破脸皮 也是在所不息的事情 似乎能够猜到独孤心中所想 神算子说道 我们绝对不能让云帝独自占尽所有 神算子一个人当然不敢抗衡云帝 去之前联合了所有的星空主宰 为了夺得龙傲身上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拒绝 这一刻 所有星空主宰全部齐聚龙藤为圆面 除了第一星空帝国的白晶 剩下的八位半部星空主宰 一个个都担心不已 因为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如今的龙傲实力已经远远凌驾于他们 继续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要是龙傲真的没有隐落 前来报仇的话 自己八人如何抵挡 八人汇聚一堂 商量如何办 唯独白晶没有参加 不过这种情况下 八人已经雇不上白晶 再三商定之后 立刻决定各自隐藏起来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到时候就算龙傲实力通天 想要找到自己八人 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 八位半部星空主宰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其实八人想多了 自从洞府封印之后 龙傲就已经没有将八人放在眼里 毕竟所占的高度不一样 龙傲也不会屈尊去对付八人 除非是八位半部星空主宰主动挑衅 不过这种情况下 八人躲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主动挑衅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龙傲唯一的敌人 只有神运算员等人 包括云帝所代表的巅峰神秘族 也就是神秘无比 同时又强悍无比的云家 别人也许不知道 龙傲岂能不知道 云家不是如此简单 根据林承飞所说 云家的后台很是恐怖 甚至有可能是 混沌界的某个超级势力 要不然的话 云帝和云路已经掌握混沌之力 却没有被强行吸入混沌通道 前往混沌界 第2816章没有资格 龙藤帝国 15位星空主宰重聚龙藤帝国 各怀鬼胎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对方是如何想的 根本没有人知道 龙傲到底死没死 不过要是龙傲真的运气好 进入星空裂缝未死的话 那么先控制住龙傲的家人 就会占据主动 拥有空间混沌神奇的龙傲实在太过变态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已经掌握混沌之力的云帝 都没有十足地把握对付龙傲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云帝很是不舒服 本以为自己家族入住龙藤未念的话 那么神算子等人肯定不敢前来 毕竟自己的威慑摆在那里 结果呢 十位元星空主宰一个不拉的全部赶来 至于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云帝和云路不是傻子 岂能不知道 云前辈 你我都不是傻子 龙傲是否真的陨落 至今还没有个定论 所以 龙藤帝国的人 我们15人全部平分 如何 不可能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云天彻底怒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 神算子等人居然想要和自己家族讨价还价 要不是云帝大人拦着 他们很不得立刻灭了神算子等人 别人不知道 云天和云鹤岂能不知道家族的真实实力 别人难以置信的强悍实力 突然间 云帝笑了笑 说道 此事稍后在意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想想办法 看看如何破开洞府的封印 我刚刚已经探测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算是我 都没有办法破开洞府的封印 啊 听到云帝的话 神算子等人彻底震惊了 洞府封印肯定强悍无比 要不然的话 他们也用不着等待这么久 本以为有着云帝和云鹤的加入 破开洞府封印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结果却没有想到 就算是强悍无比的云帝 都没有办法破开洞府封印 难道没有办法吗 有 但我还没有想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不知道 等 十五位星空主宰先联手攻击了一下洞府封印 发现依然没有破开洞府封印 就算是云帝都彻底震惊了 要不是亲身经历 实在难以置信 云帝 你听过混沌大鹏吗 混沌大鹏 什么东西 神算子很是惊讶 本以为云帝会认识混沌大鹏 却没有想到的是 连云帝都不认识 说说看 事情已经如此 神算子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关于混沌大鹏的事情大概的说了一遍 倒吸一口冷气 听完混沌大鹏的事情后 云帝的脸色骚然变了 因为他已经听出神运算员口中的混沌大鹏 到底是什么灵兽 一看云帝脸上的表情 神算子就已经知道 云帝肯定知道 混沌大鹏到底是什么来历 云前辈 请你告知混沌大鹏的真实身份 要是换做其他时候 云帝肯定不会说出关于混沌大鹏的任何消息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 毕竟众人之中 也唯独神算子见过混沌大鹏 想要破开洞府封印 神算子的相助分不开 根据你刚刚所说 要是我猜测的不错 你口中所谓的混沌大鹏 真实身份为火金鹏 相当于中卫神级别的灵兽 不要说你们 就算是我遇到全盛时期的火金鹏 都是必死无疑 心里大惊 云帝的强悍实力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不过却没有人怀疑云帝的话 同时他们也没有想到 混沌大鹏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 正是因为如此 除了神算子之外 其他人都想不通 如此强悍的火金鹏 为什么要选择自行封印 要是如此强悍 明明可以击杀他们 火金鹏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 神算子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 点点头 事情已经如此 神算子也当然不会有丝毫的隐瞒 说道 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当初我之所以能够强行封印火金鹏 乃是因为当时的火金鹏已经身受重伤 要不然的话 我不是他的敌手 原来如此 众人知道原因之后 很是羡慕神算子的运气 不过却被龙袄接了胡 还真是运气被到了家 要是你能够收服火金鹏 那么这个浩瀚星空 你就是当之无愧的最强者 神算子很是后悔 当初要是自己不将火金鹏的事情告诉龙奥 那么现在自己就算无法掌握混沌之力 恐怕也已经收服火金鹏 不过这个世界没有卖后悔的 神算子很是好奇地问道 云前辈 要是我猜测的没错 就算我们掌握了混沌之力 恐怕也有等级之分 你刚刚所说的中卫神又是什么 对于此事 不要说神算子 就算是其他人 都很是好奇不已 不知道掌握混沌之力的等级 又是如何划分的 除了五人之外 其余的识人还不知道混沌界 还有混沌通道的事情 恕我直言 虽然你们已经炼化混沌石碑 不过对于混沌界来说 你们还连入门都没有 更加没有资格知道这些 混沌界 混沌界是什么地方 对于云帝口中的混沌界 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地方 不过直觉告诉众人 这个所谓的混沌界肯定不简单 看到没有人开口说话 云帝笑了笑 说道 看在我们现在还是盟友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们一些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知道的事情 刚刚神算子说得很对 按照你们现在的实力和情况 要是放在混沌界的话 你们最多被称之为神人 比普通人稍微强大一些 云前辈 你所说的混沌界是什么地方 龙明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混沌界 无数浩瀚星空的最巅峰界面 就是我口中的混沌界 这里的极限星空不朽 或者是半部星空主宰 要是放在混沌界 那就是普通人 而你们只是比他们稍微强大一些 称之为神人 要不是吞噬了混沌石碑 你们也最多是普通人而已 彻底惊呆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原来还有其他的浩瀚星空 并且最巅峰的界面 居然是如此强大无比的混沌界 第2817章时间差 请继续 越是如此 众人越是好奇起来 对云地口中的混沌界很是好奇 连极限星空不朽和半部星空主宰 这样的巅峰存在 居然在混沌界只是普通人 不仅如此 他们这些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已经站在浩瀚星空最巅峰的人物 放在混沌界 也只是比普通人强大一些而已 这是真的吗 没有一个人选择怀疑 因为他们都知道 云地没有必要忽悠自己众人 我刚刚所说的中卫神 也就是火金鹏的真实实力 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抗衡的 我几乎可以告诉你们 一旦火金鹏恢复巅峰 灭杀我们 几乎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些我们已经知道 云地却不愿意继续往下说 因为他知道自己说的已经够多 本来这些事情就不该说 家族是不会容许这个星空 有任何一人进入混沌界 可怜的星空 也算是被混沌界所遗忘的星空 看到云地不愿意继续多说 众人也没有继续多问 因为他们都知道 要是对方不愿意说 那么他们就算如何问都是百搭 云前辈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真是如此的话 我们根本无法破开洞府封印 就算火金鹏身受重伤 燃烧力量的封印强悍 也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此事我会处理 说完之后 云地转身就走 巅峰神秘族 也就是所谓的云家 父亲 难道真的要向家族禀报此事 云路很是郁闷 家族将此事交给他们 他们却要向家族请求支援 此事的确有点丢人现眼 要是这个浩瀚星空 拥有能够抵抗他们的存在 也就算了 但是结果 整个浩瀚星空 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人 根本没有人掌握混沌之力 对于云路的意思 云帝岂能不知道 深深叹息一声 云帝看着自己的儿子 很是无奈地说道 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也不愿意如此 不过这个星空出现了火金鹏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云路也知道事情的确如此 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仙界星空 左仙境地 洞府内 随着时间的快速推移 龙傲已经开始真正的炼化 无属性混沌石碑 其中已经融合了一半 不过正是一半 他却花费了整整三万年 三万年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想要彻底炼化剩下的混沌石碑 至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甚至是之前的数倍 数十万年才可以真正炼化 混沌石碑 枉然睁开双眼 龙傲不打算继续炼化下去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要是自己彻底的炼化下去 需要的时间太久了 他已经等不及 谁也不知道 这一刻的龙腾帝国到底是否出了事情 离开索仙境地 看着面前的浩瀚星空 龙傲已经不想其他办法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办法 才可以顺利地返回自己的浩瀚星空 唯一摆在自己面前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强行破开星空 虽然这样做的概率不是很大 不过总比没有办法要强得多 以止待见 龙傲直接朝着面前的星空画了出去 只是瞬间 面前的星空出现了倒倒黑色裂缝 要是换做其他人 面对如此恐怖的星空裂缝 根本不敢碰触 因为一旦要比星空裂缝吞噬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龙傲肯定不愿意随随便便地踏入星空裂缝 因为龙傲心里最清楚不过 就算自己拥有着不死元神 不过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这一次踏入星空裂缝 要是无法进入浩瀚星空 那么就要继续下一次 下下一次 这样的话 所耽误的时间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就算如此 龙傲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步跨出 龙傲的身影瞬间就已经消失在星空裂缝之中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 只是第一次地踏入星空裂缝 就顺利地从仙界星空进入到浩瀚星空 龙傲返回浩瀚星空之后 足足花费半个月的时间 才算是将伤势彻底养好 直到此刻还是有点后怕不已 幸亏自己这次顺利地返回浩瀚星空 要是去到其他星空的话 那么事情才较真正的麻烦 回到浩瀚星空 龙傲首先就被时间问题深深震惊 因为他在仙界星空 足足炼化了上万年 但是在这个浩瀚星空 只是短短的数年时间 这个时间差 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可思议 不过越是如此 龙傲心里越是惊喜不已 他真的很担心 要是这个浩瀚星空也过了上万年 那么鬼知道需要多久的时间 早知如此的话 还不如留在仙界星空炼化混沌石碑 也许只需要过各数年 自己就可以真正的炼化 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虽然才是炼化了一半的混沌石碑 不过龙傲却有着十足的信心 凭借着自己的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三府 自己就算面对神算子等人 现在也已经有了一战之力 不过要是面对云帝的话 还是不行 就算如此 龙傲还是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朝着龙藤未面而去 数年的时间 龙藤未面都安然无恙 自从上次的事情过后 云帝等人再也没有来过 因为众人已经知道 龙藤帝国有着火金棚的力量燃烧 作为封印 所以就算强行破印 也是徒劳无功 龙藤未面不远处 龙傲并没有贸贸然进入未面 因为他知道 如今的未面 已经有了神算子等人布置下的气罩 只要自己踏入未面 神算子等人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这样的话 岂不是打草惊蛇 龙傲还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未面 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想来想去 龙傲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到底该怎么办呢 万般无奈之下 龙傲暂时不打算进入 而是朝着第一星空帝国快速而去 星空第一星空帝国 大殿之内 第2818章干扰 也没有死 刚刚说完 白金就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白痴 要是龙傲陨落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我被神算子等人联手为杀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进入星空裂缝 幸亏我的运气不错 总算是保住了这条性命 大吃一惊 龙傲说得如此简单 不过白金却非常清楚 踏入星空裂缝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要说普通的星空修炼者 就算是星空主宰 都不敢轻易踏入其中 强行踏入 只有一条路 死 不知道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白金没有多问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该问什么 不该问是什么 龙兄 我告诉你一件事 其他八位半部星空主宰已经全部离开 没有丝毫的惊讶 龙傲已经猜到 自己和神算子等人对战的情况下 只要八人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继续和自己为敌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从怀里取出一面混沌石碑 说到 你试试恋化这面混沌石碑 之前白金无法恋化混沌石碑 龙傲就已经想过 洛轩和林承飞送给自己的两面混沌石碑 其中一面就给白金 也没有丝毫的客气 要是其他东西也就算了 唯独混沌石碑 白金实在抵抗不住这样的诱惑 直接吞噬 希望这次能够顺利的吞噬 这次白金没有失望 顺利的吞噬 惊喜地说道 龙兄 这次真是多谢了 要不是你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吞噬混沌石碑 白金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尽快地炼化混沌石碑 因为在我们无数的浩瀚星空之上 还有一个混沌界 不要说现在的我们 就算是我们掌握了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在混沌界也是最低端低存在 听完龙傲的话 白金彻底震惊了 不过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因为就算吞噬混沌石碑 想要将其炼化 并且掌握混沌之力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龙兄 你这次找我来有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 点点头 我的事情你应该已经 我和你也不客气了 你去给我找一些可靠的人 不过却是必死之人 每个一个时辰 就进入龙藤未念 此事对于白金来说 实在太过简单 虽然不知道龙傲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过白金也不打算多问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找一些愿意的 多少代价都可以 龙傲心里深深叹息一生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些人一旦千万龙藤未念 只要踏入 肯定会被神算子等人所灭杀 这些人为了自己而死 多多少少要补偿一些 此事交给我即刻 对于白金 龙傲还是非常放心的 白金 这次一别 我们以后恐怕不会再见 为了以防万一 你最好还是舍弃第一星空帝国 对于龙傲的意思 白金岂能不知道 想了想 你说得很对 我反正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继续守着第一星空帝国已经没有多大意思 稍后我会将第一星空帝国交出去 从而找个地方闭关 要是日后有缘再见 恩 龙傲可不想连累白金 虽然他们以前是敌人 不过现在却是朋友 龙傲离开第一星空之后 就来到龙藤未念 不过却没有靠近 就算他非常的自负 不过终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要是被神算子等人发现自己的踪迹 那么事情总是麻烦 白金一共选择了数千人 以背后患 根据龙傲所说 每个一个时辰 就有一个人进入龙藤未念 这样的话 一千个人 想想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些人对于第一星空帝国绝对的忠诚 不过白金还是稍微做了点手脚 要不然的话 一个人一个人的 实在有点太明显了 一个人 五个人 三个人 七个人 这样的顺序不断地进入龙藤未念 只要有人踏入龙藤未念 神算子等人就会立刻出现 毕竟龙傲是否真的陨落 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谁也不敢断言 不过神算子等人已经感觉出事情的不对劲 之前数年时间都没有人进入龙藤未念 为什么好端端的 最近好多人连续不断地进入 还是每个一个时辰 难道是龙傲回来了 应该不太可能 首先 龙傲已经进入星空裂缝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必死无疑 毕竟星空裂缝意味着什么 他们心里比谁都要清楚 其次就算龙傲的运气 没有陨落在星空裂缝 但是龙傲的实力摆在那里 想要强行进入龙藤帝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龙傲也不是傻子 也绝对不会如此 正是因为如此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此事肯定不是龙傲所为 应该是有人故意如此 想要控制龙傲的家人 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要不就是龙傲的朋友或者亲人 要不就是龙傲的敌人 目的和自己一方一样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神算词等人都不会让任何人 踏入龙藤未念 但凡进入的话 全部杀无赦 到了最后 神算词等人甚至布置下封印 除非是极限星空不朽 或者是半步星空主宰 否则的话 其他人根本不能踏入一步 神算词等人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众所周知 龙傲的修为已经顺利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所以龙傲要是前来的话 百分之百可以进入龙藤未念 龙傲始终都没有出手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就算自己能够破开洞府封印 也无法保护家人 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具神算词等人 但是云帝却不好多说 他几乎可以断言 自己肯定不是云帝的敌手 到时候不要弄巧成拙 得不偿失 想来想去 龙傲还是准备等自己彻底练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之后 再破开封印 到时候也算是有了保护家人的实力 如今已经练化了一半 剩下的最后一半 鬼知道需要多久的时间 之前需要万年 并且练化最后一半 大概需要数万年 要是放在这个浩瀚星空的话 恐怕需要数一年 毕竟两个浩瀚星空有着时间差 真是蛋疼得要命 第2819章主宰一战 刚开始的时候 云帝和云路五人还会出现 不过知道是有人故意捣乱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龙傲却没有前往龙藤未念 现在还不是时候 破开洞府的封印 天舞大陆 冷眼看着面前的天舞大陆 龙傲冷笑一声 一步跨出就已经进入天舞大陆内 下一秒钟 神算子和叶独孤瞬间出现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龙傲 不管是叶独孤还是神算子 都彻底震惊了 因为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进入星空裂缝真的没有死 这是真的吗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们都不会相信 星空裂缝意味着什么 两人心里比谁都要清楚万倍 就算是他们两人 要是进入星空裂缝 恐怕都是凶多吉少 龙傲 不得不承认 你的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 竟然能够从星空裂缝活下来 既然没有死 却还敢来 你 根本不想听叶独孤多说废话 龙傲摆摆手 冷声说道 这次我来 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神算子 关于混沌源泉的事情 你想知道吗 说 听到混沌源泉四个字 神算子的脸色变了 因为所有的星空主宰都知道混沌源泉 却不知道混沌源泉到底意味着什么 神算子之所以守着天武未面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天武大陆之内 有着混沌源泉 混沌源泉 根本就是通往混沌界的通道 只不过已经被云家强行封印 所以就算你们掌握混沌之力 云家不仅不会让你们进入通道前往混沌界 甚至还会出手灭杀你们 彻底震惊了 关于混沌界的事情 他们也是听云帝所说 之前根本不知道 只是两人没有想到 龙傲居然也知道关于混沌界的事情 直觉告诉两人 龙傲所说也是真的 毕竟云家实在太过神秘了 龙傲 是又如何 龙傲却是笑了笑 说道 我只是告诉你一下 省得到时候被云家所杀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神算子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他们追求了多年的东西 也许等到真正掌握混沌之力的时候 就是陨落之日 对于云家的强悍 神算子没有丝毫的怀疑 现在 云家已经出现了一个云路 还有一个云地 鬼知道云家是否还有其他超级强者 目的已经顺利达到 这次前来 龙傲主要就是分化神算子等人和云地 要不然的话 双方一直联手的话 对自己很是不利 龙傲 不管其他事情 你都要死 就凭你 听到龙傲的话 叶独孤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充斥着无尽的嘲讽和鄙视 龙傲 一个只是敢躲在空间混沌神器的缩头乌龟 居然敢在这里和我说平 真是可笑 可笑之极 一对一 你不是我的对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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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独孤再也忍不住 就好像听到天下间最为可笑的事情一般 神算子却没有说话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龙傲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感觉现在的龙傲有些不同 至于哪里出了问题 他又说不上来 不过神算子也没有阻止 龙傲 你敢不敢和我一战 不躲入空间混沌神器之内 愿意奉陪 要是你输了呢 你可以开出任何条件 叶独孤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输 开什么玩笑 自己可是堂堂的星空主宰 对方却只是极限星空不朽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自己要是输给龙傲 还不如自杀算了 我的条件很简单 只要我胜出 天舞大陆从今以后归我 有我龙傲在的一天 你们两人不得进入其中 神算子的脸色越发的凝重起来 龙傲越是如此 他心里反而没有敌起来 龙傲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着如此的信心 还没有等神算子说话 叶独孤联想都没有想 直接答应到没有问题 我却不相信你们 修为突破星空主宰 确实已经没有用 当初神算子还和自己 约定万年不出手 结果呢 吃过一次亏 龙傲不可能吃第二次亏 我们可以发下原神誓言 如何 没问题 修为突破星空主宰 确实已经没有丝毫的用处 不过另外一个誓言 确实相当的有用 这个誓言正是所谓的原神誓言 事情已经如此 神算子也不想多说什么 其实他也想看看龙傲的依仗到底是什么 至于混沌源泉 如今的神算子已经知道 在浩瀚星空 混沌源泉不止一个 自己没有必要死守着天舞未面 只是待的时间久了 有些舍不得而已 龙傲 要是你我对决的时候 你突然进入空间混沌神器又怎么办 这是叶独孤最为担心的事情 非常的忌惮龙傲手中的这件空间混沌神器 不要说自己 就算是云帝都没有办法锁定 似乎早已猜到叶独孤会如此 龙傲立刻发下血世 他和叶独孤不一样 他还没有真正炼化混沌石碑成就星空主宰 所以血世对他依然有用 这一次 不仅是神算子 就算是叶独孤都有点惊讶起来 不知道龙傲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正常情况下 龙傲明明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行 为什么还敢发下血世不进入空间混沌神器 这样的话 岂不是自寻死路 龙傲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随随便变得如此 唯一的解释 就是龙傲肯定有着什么依障 不过就算如此 叶独孤还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自己是星空主宰 而对方却是极限星空不朽 只是知道这一点就已经足矣 龙傲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到底如何胜我 神算子已经退出数百米之外 他也很想看看龙傲到底有什么必杀技 毕竟极限星空不朽和星空主宰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第2820张神是极灭 第一次真正对战星空主宰 是否能够胜过叶独孤 其实龙傲心里也没有多少把握 他只是练化了一半的混沌石碑 严格来说 只能算是半个星空主宰 龙傲 我今天要让你知道 极限星空不朽和星空主宰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废话真多 千发制人 手中的混沌服已经朝着叶独孤狠狠的劈去 混沌九府之中 第一府地狱吞噬 第二府吞灭苍穹 第三府 力量绝杀 接连而出 龙傲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 不管怎么说 对方始终都是星空主宰 拖延的时间越久 对自己越是不利 最好的办法就是缩短战斗时间 这样的话 自己说不定才有机会胜出 星空主宰 神算子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不过很快就摇摇头 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这一刻的龙傲已经炼化了混沌石碑 不过和他们的情况似乎不同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 神算子终于想出一个可能 那就是如今的龙傲 很有可能只是炼化了一半的混沌石碑 炼化一半混沌石碑和真正的星空主宰 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神算子实在想不通 这要是龙傲的底牌的话 那么这一战毫无疑问 龙傲必败无疑 叶独孤瞬间也想出问题所在 仰天大笑三声 说道 原来只是炼化了一半混沌石碑 狂妄 你真的很狂妄 之前还有些捉摸不透 不过随着第一招而出 叶独孤已经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出手 叶独孤同样使出自己的兵器 乃是一柄非常强大的星空神器 手中的利剑有人舌一般 诡异而出 一辅 一剑 第一招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硬碰硬 轰 随着炼化一半的混沌石碑 龙傲渐渐地发现 自己似乎越来越不能破开星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正常情况 自己的实力越强 越是能够破碎星空 结果却恰恰相反 自从炼化混沌石碑 似乎破碎星空的威力 比之前足足小了一半 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直觉告诉龙傲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他甚至断言 要是等到自己全部炼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到时候越发的不能破碎星空 一声巨响 两人各自后退 叶独孤很是震惊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炼化了一半混沌石碑的对方 居然能够和自己硬碰硬 果然有些门道 门道多了 冷笑一声 龙傲可不给叶独孤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个剑步 整个身影再次冲了出去 速度非常之快 速战速决 对于龙傲的意思 叶独孤岂能不知道 冷恒一声 还真是没有见过如此狂妄的人 一个只是刚刚炼化一半混沌石碑的人 居然想要速战速决一位真正的星空主宰 还真是不知死活 叶独孤手中的剑 以缥缈的速度不断地抢攻龙傲身上各个不同的血位 看上去软弱无力 实则一旦被刺中 想想都知道结果 龙傲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混沌服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地撞击 弄叉 看着自己手中的灵蛇剑居然断肠两截 叶独孤喝了一跳 不过想想也没有什么 毕竟对方手中的斧头是一件混沌神器 一件连云帝都想要得到的混沌神器 看着龙傲手中的混沌神器 叶独孤双眼散发出贪婪的目光 恨不得立刻夺走这柄混沌神器 要是自己能够得到这件星空神器 战斗力完全可以再次升级 想要得到这件混沌神器 首先要急杀龙傲 转眼间 两人再次战斗到一起 时间飞逝 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过去整整数十分钟 叶独孤原本以为 靠着自己强悍的实力 想要急杀龙傲几乎是分分钟的事情 只要龙傲不躲入空间混沌神器 不过龙傲已经发下血势 肯定不会进入 本想着龙傲也实在有点狂妄 只是恋化一半的混沌石碑 就敢挑战自己 简直不知死活 等到真正一战的时候 叶独孤突然发现 事情似乎没有自己想象之中的那般简单 龙傲的实力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这你马根本不是恋化了一半的混沌石碑 就算是恋化了整面混沌石碑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似乎也不是自己的敌手 他实在想不通 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看着两人之间的战斗 神算子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看来龙傲还真是有些底气 只是恋化一半的混沌石碑 就拥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很难想象 要是等到龙傲真正的恋化混沌石碑 那么实力又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 就在叶独孤全力应战的时候 突然发现 龙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心中咯噔一下 龙傲想要做什么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爬满全身 要是换做其他人 叶独孤根本不会将其放在眼里 唯独龙傲 现在想想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龙傲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挑战自己 到底是什么 越来越焦急 不过他已经发下原神誓言 不过就这样退缩 就算可以 他也不会如此做 身为堂堂的星空主宰 要是就这样退了 先不说其他人 单单是自己这一关就无法通过 继续 龙傲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动作开始缓慢下来 一眼看去 明显是体力不支 看到这种情况 叶独孤心中顿时一喜 原来是半猪吃虎 想想立刻释然 对方不管如何强悍 只是炼化了一半的混沌石碑 还是无法和自己抗衡 严格来说 是无法真正的星空主宰抗衡 哈哈哈哈 龙傲 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我今天就要斩杀你 哈哈哈哈哈哈 独孤 小心 已经晚了 已经渐渐不支的龙傲 突然间诡异一笑 神是开始疯狂地攻击叶独孤 正是他刚刚领悟的神世极灭 黎特华 中饭 鉄 节露